大家好,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 周深再度因为趣味日常登上热搜 原因竟然是他被锁在了卫生间 事情的起因要从周深发布的一条社交媒体动态说起 周深在五间更新了一条动态 称自己被困在了卫生间里 原因是锁突然坏了 这突如其来的小意外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关注和讨论 为了尽快赶飞机 周深不得不紧急联系开锁师傅将自己解救出来 出发去机场的路上 他还在和粉丝们分享这一小小的糗事 没想到这次突如其来的被锁事件居然意外登上了热搜 网友们被他真实可爱的反应逗乐 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 当周深的飞机抵达北京 刚下飞机的他打开手机 意外发现自己被锁卫生间这一事件已经踹上了热搜榜前列 这时的他满脸惊讶 甚至有些猛 于是又给大家送上了一张搞笑自拍 表示自己完全没想到一个简单的生活小时会引发如此巨大的关注 网友们纷纷调侃称 这是日常小事变连续剧的经典案例 这段意外的锁门事件不仅让周深轻松登上热搜 更让他事情是这样的系列成了网友心目中的宝藏段子 一时间许多粉丝和网友开始在社交平台上搜索 关于周深分享日常趣事的其他内容 还为此特地挖出了一系列周深以事情是这样的开头的生活小趣事 结果发现原来周深早已在不知不觉间给粉丝们带来了许多欢乐 这一系列幽默又温馨的日常分享被整理成抽象合集 而事情是这样的也成了粉丝们用来描述周深搞笑生活的代名词 值得一提的是周深的这类碎碎念分享不仅内容真实 语言幽默生动 简直像一个天生的段子手 每一次分享的小日常都会引发粉丝们的强烈共鸣 大家表示着让他们感受到周深与粉丝之间的亲密感 仿佛是一位朋友在分享自己的生活趣事 网友们还称赞周深的文字功底和表达能力出色 称他的作文风趣灵动 将生活中的小意外描述得栩栩如生 妙趣横生 令人忍俊不惊 粉丝们也因此爱上了他的这些碎碎念分享 因为没有偶像包袱 周深经常大方地分享自己遇到的小意外或搞笑瞬间 真实的反应和随和的态度更让他显得亲切自然 事情是这样的系列让他在粉丝中树立了特别的形象 大家纷纷表示这是一位拥有有趣灵魂的宝藏歌手 粉丝们在评论区打曲道 要是我也被锁在卫生间 不知道能不能登上热搜 其实这并不是周深第一次因日常小事引发关注 在周深的社交账号里 他经常用幽默的方式分享自己的趣事 比如不小心绊倒 忘带手机 找不到钥匙等 无论是遇到搞笑的场面还是尴尬的瞬间 他都不掩饰自己的真实反应 并愿意轻松的口吻与大家分享 给人一种邻家大男孩的感觉 网友们调侃说 他就像是朋友之间那个永远不按 套路出牌 但总是让人感到温暖的火宝 在娱乐圈里 许多明星往往会有偶像包袱 选择展示自己完美的一面 而周深则截然不同 他没有设立高高在上的偶像形象 而是以一种自然随和的方式对待粉丝 仿佛他们就是他的朋友和家人 对于周深来说 分享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日常 正是他和粉丝们建立关系 拉紧距离的方式 这种特别的互动模式 不仅让他收获了大量忠实粉丝 也让他成为当今娱乐圈中的一股清流 周深的这次被锁卫生间 事件不仅带给大家欢乐 也让更多人看到了一位无比真实 有趣的周深 米子们笑称 周深的每一个事情是这样的分享 都想是送给他们的小礼物 未来 粉丝们也期待看到周深继续分享 他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 在他的带领下感受生活的幽默和美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